早安 昨天 可能因為晚上喝的那杯紅茶 一晚上沒有睡著 犯來不及犯來不及 一直睡不著一直睡不著 聽音樂 輸洋 幹什麼都做過了 就是睡不著 然後 一直到可能 可能4點鐘睡著一會兒 然後醒起來 然後想說啊 是不是已經6點了 你看才过半小时在四点半 然后今天六点钟要起嘛 因为今天有参加那个花莲一日团的游 所以在车上只能在车上补觉了 没想到我昨天会因为那杯红茶 一晚上睡不着 我对咖啡因真的非常敏感 所以其实以前的话大概下午两点之后 我就不会再喝咖啡或喝茶 只能说let's see how today goes 柳儿姐 楼下reception都还没人开始工作 然后这个青旅楼下是一家咖啡店 咖啡店也还没人 因为现在是早上六点半 六点半的台北 天亮啦天已经差不多亮了 人很少 今天天气很好 看 冬天 车站 冬天 这个青旅楼下车 这个青旅楼下车 我们的感知 让我们转到的独特 我看不见了 今天就去下车 光氣很好 啊 光氣好好 好美喔 駕駛 駛 發生盒 吭 我完了,昨天茶花蓮是陰天,然後我就沒有擦防曬霜出門,也沒有帶出來,然後現在大太陽,雖然說心情很好,只要不曬霜就可以了 在英國曬不到太陽,趕快曬一曬 要戴這個安全帽,因為之前地震有泥石流,可能會有碎石,所以我們大家都要戴上安全帽 大概走40分鐘 導遊說這些很多石頭五百萬年前都是在海底下的,以前是什麼山谷礁,然後五百萬年之後就是因為地震啊,就是急壓嘛,就起來了,然後他們現在是models 底下是大理石,然後往上找這邊的石櫃羊 現在要去吃午飯,吃午飯的地方好美喔,四桌的山,有種在瑞士的感覺,很美 今天的午餐,咖哩雞飯 吃完飯了,我只能說旅遊景點帶吃的飯豆,不是很好吃,但是天啊,我的黑眼圈 一個晚上睡覺,我就自己老十歲,黑眼圈就掉到下巴上了 但是有送一個水果,吃了一大的橘子,所以今天算是Vitamin D and vitamin C的一個補充 這個祠堂,說是為了紀念修這個太魯閣國家公園的,就是去世的一些公園,好像有兩百多人 走到海邊了 哇,今天天氣好,一定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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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美啊 終於到台北車站了,今天等到7點到這裡,6點50到這裡 現在7點過,12小時之後才到,然後我想了一下,本來要去基隆廟口夜市嘛 然後,等一下等一下,我看一下我要往哪邊走啊 象山這邊,本來要去基隆廟口夜市嘛 然後,因為往返時間太長了,所以我決定,那個要變為我這一次的遺憾清單 所以,下一次來再去,現在我要去,我要去吃我新新的伊蘭拉麵 我一直想去打卡伊蘭拉麵,所以現在就在去信義廚的路上 現在在伊蘭拉麵門口排隊,然後剛剛吃了一個號 前面有一百多號人 但我覺得來就來了 我也沒有很餓,已經餓過頭了,所以就再等等吧 我的黑眼圈好重喔,天啊,今天晚上一天好好睡 吃完就回去收行李,然後整理好之後 明天早上七點半的火車 但我可能六點四十五就要到台北車站,因為台北車站很容易迷路 而且我還沒坐過台鐵,不知道有什麼程序會不會排隊什麼 所以要早點去 現在排了三十五分鐘左右 然後,裡面還有大概二十九桌 快了,其實還蠻快的 現在可以開始地區 我們才會在上台北車站 我們還在哪里 現在他們全部也要來看 每 mam車都坐在這裡 我們現在在這裡 我們現在也要去洗衣服 我們在大廳ki 汤頭好濃郁 然後我點的是基本的硬度 很好吃 我知道他為什麼會這麼臭麵 你知道嗎 我加了一堆料 他有一個套菜 然後他有木耳 海苔 超多通 然後叉燒跟半熟蛋 剛才外面的人就是提醒我說這些要早點夾 就湯頭還熱的時候就把它夾進去 但我可能不會夾這麼多 太多了 太多了 台台好好吃 這是台台 好好吃喔 蛋吃飯 嗯 他豆蕨好好吃 一點都不膩 豆腐 口炒 口炒 太好吃了 吃饱饭足 我觉得我找到了 我最喜欢吃的拉面了 我现在可以毋庸自己的说 我在我人生中 我吃过最好吃的日式拉面 就是野兰拉面 真的很好吃 而且他们有的人 有的人还要 就是吃到一半 他们还要加面的 但我因为加了那些料之后 就现在吃了还挺饱的 而且我汤也基本喝光 现在要回去收个东西 然后大概准备好 睡觉 明天早上要非常早起 不能错过这半火车 然后台北的最后一晚 完美 虽然说有一些遗憾 有一些没去到的地方 还有很多地方我都没有逛 比如说商圈啊 还有什么威风广场 新光山院 我连进都没进去 就是这些商场 我连进都没有进去 就是连年轻人爱去的地方 但是 我觉得 这一次已经很满足了 而且我 就像我一开始 对自己的要求一样 就我不想要逼自己 给自己太多pressure 现在我来回想 我旅程过半 过去的这六天七天的时间内 我觉得我还是很满意的 有遗憾那就代表下一次还会来 明天就要往台东走了 然后台东就是 不名思义 台湾的东边嘛 但是它还蛮偏 东南的我觉得 然后还挺远的 但它的海很漂亮 对它非常非常非常期待 所以台东台南高雄 还有墾丁 我来了 台北拜拜 拜拜